美国民众过去没有储蓄的习惯 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一直垫底 但是在今年1月份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以后 美国民众和企业改变了习惯 开始大量存款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29号的数据 4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创下了历史新高33% 据报道 个人储蓄率是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33%的比率是美国经济分析局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追踪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个人储蓄率 而2020年3月份储蓄率仅为12.7%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统计 美国银行业从1月份以来 已增加2兆的美元存款 创始上最高纪录 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向中小企业和个人释放出数千亿美元的贷款 联准会FED也推出多项措施振兴金融市场 包括无上限购买债券计划 但受到疫情影响 企业和家庭对前景充满不确定感 因此将手中大量现金存储起来 根据统计 光4月银行业就收到8650亿美元的存款 打破先前创下的一整年的记录 是1月份以来增加的存款达到2兆美元 FDIC的数据显示 超过三分之二的存款流向美国25大金融机构 其中资产排名前几大的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和花旗 存款增加速度快于同业平均水平 分析师弗朗西斯表示 银行业存款增加速度非常惊人 银行业的存款烟脑脚面 就像糖老鸭在钱堆里游泳 大型银行吸收存款的速度快于同业 有几个原因 当美国各州开始实施封锁措施以来 波音和福特汽车公司等大公司 立刻申请数百亿美元贷款 这些钱就先摆在提供贷款的银行里 在美国政府为了挺中小企业 而推出的薪资保护贷款计划PPP里 大型银行也有不少这类中小企业客户 而资产管理类公司 向投资资产保管银行和信托银行 在FED推出债券购买计划 买进数十亿美元抵押单品保证券后 也收到不少存款 摩根大通和花旗也设立了大型保管部门 但存钱多未必是好事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格雷格利·达科表示 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对病毒的恐惧 抑制了人们像往常一样外出消费的欲望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 梅根·格林表示 储蓄和消费习惯的结构性改变 会对经济产生强烈的影响 如果这些钱被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投资 那么通常会对利率造成压力 会抑制经济增长 削弱经济潜力 事实上人们存钱越多 消费越少 经济衰退就会越严重 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4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环比下降13.6% 创1959年以来可比数据最大降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